HELLO 大家好,我是白丁 今天做这一支好久没做的一个品牌 是那个Made in Germany Snyder 这个好像是BK400吧 这个应该是 买了好几支一次性 那视频当然是一起做的 那就看一下这支笔 对比一下大家 好,那这个是平常都用的 白丁基M205 这一支是末将的 那这么看应该就很清楚 因为这个价位来讲 这样子比它还贵一点 但是基本上我觉得应该 都是同一个 就是说族群或者年龄层 会用的一个比 我觉得是 好,那就大概这样子一个粗细 那我之前做那支应该是我印象比较深 好像是只有一支那个406 还是说我只做了406 这个真的忘了 因为有时候记不来 那我们先讲一下整根笔 整根笔来讲的话 看一下它这个比较厚度 有弹性 因为这个是应该是学生内用笔 那就相当于讲 就粗暴一点了 然后整个片能看到还是有点厚度的 不太不歌手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德国制造 然后也很细心的 这里有个光墨窗 应该是这样子直接装进去就可以用的 能看到就还是ok的 这个设计还是挺好的 我觉得另外呢 就上面这个就不懂是什么意思 这个洞 这个完全没太懂 然后呢就是这个地方也没太懂 是为什么这样子 当外观吗 还是说怎么样 不确定 那整个看起来 壁厚还是挺厚的 整个那个笔杆 先把它装回去 也挺顺的 拿起来手感也挺好的 呃我感觉比406还好一点 这个就是他没有故意去挖那个 就是固定书写 那个三个三个挖坑吗 没错 那个反而好像还好一点 笔尖的话就肯定不用讲了 这个我我这一支是F尖了 但笔尖它肯定都是同一了 就不会说我这支笔 跟那支笔尖不一样 毕竟那个这个笔也不是说特别贵那种 拿起来的话就是不知道是不是太久 没用塑料笔了 然后就哇好轻人啊 第一个感觉 另外一个就是整根笔 它也是我喜欢的笔握部分比较长 拿起来相对讲比较顺手 因为我不太喜欢就这个地方割到我手 那这样呢会比较舒服一点 而且也比较好控制这样子 呃笔身的长度呢 它不像钢笔会比较短 那这个都会比较长 另外一个哦这样子用了后面这个 我突然想到原来是这样子就这么一 哇这手感看一下 哇好像是推到这里然后就 对好像是就是没有推到好像推到这个地方 然后再往前一点 它就自动的就帮你拉进去 好像那个那个手感像这样子 这手感不错手感不错 然后笔夹的也不错这个手感 看起来自然也挺不错的虽然说塑料的 然后就其他的笔舌的话就中规中矩了 好先还是试写一下吧 然后本身有送一个墨栏的就这个 呃我估计我是一个墨栏 然后就直接那我买了好像是三只 然后我就三只一起做评测这样子 那就用同一个墨栏这样 因为这个笔的话 嗯像这类塑料笔的话 我就跟钢笔不太样子怎么样 就是我整个总成 我是直接扔到那个就是一杯水 然后我就放进去 然后几个一起泡 让它自己泡慢慢泡这样子 好呢还是要让我去甩一下 看把它那个甩出墨了 可以可以甩甩应该是甩出来了不 好再再试一下 可以有点蓝色甩出来了 那通常就这样子还是一样 试写阶段 啊每次讲几分钟 然后就这样子在那个什么 讲完几分钟然后再这样子书写 感觉很陶我 不知道对我也是很难对 好那一个继续 好可以了那这么讲呃 书写感受的话啊这个毕竟是文具品牌空墨断墨 等等都不会有这个问题 毕竟它是做书写工具的 跟做钢笔的品牌不太一样 像那个万宝龙它是奢侈品牌 威迪文的百利景它是主要应该是主要是做钢笔 像这种就做文具品牌或者百乐这一类的 它的那个笔尖的话 虽然说书写感受来讲的话 它不像拉米和万宝龙那种 你一拿上手就可以上手 就是说它不需要一个适应时间 就或者一个学习成本时间 你直接拿上手你就能拿得很顺了 但是像这种的话就像来讲没有这个感觉 但是它出墨等等粗细啊都挺不错的 你要也是一样就是写 其实如果用酒都知道要出风的话 其实就是跟你的字有关系 跟笔的话当然是有加成了 但是更关键还是本身要能写出风啊 另外一个就是说它的一个粗细嘛 你看非常精准 然后墨水来讲都深浅变化都没有 就是说它出墨就是跟它一样嘛 made in Germany就是说它的生产质量来讲的话 非常稳定 那没有说过多的那个就是说偏差嘛 像有些品牌的话它就F间跟EF间呢 可能是差不多的 那像这一类的话就是文具品牌的话 笔尖就很稳定了 那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而且书写起来的手感也很轻 也不会说就是说呃非常轻 拿起来也非常顺手 不会说呃平一点又差很多 反正就是这个品牌来讲 性价比我觉得还是挺高的 嘿不是业配不是业配啊先刷了 好那整根笔的那个评测就到这里 那就到那就这样好谢谢大家拜拜 好那些感觉 好那些明天 没关系 慢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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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订阅